主席有請我們七位被提名人都上臺 請七位被提名人上臺 英偉你好 大家好 我想先了解一下 因為從你們資料裡面 關於黨籍 只有孫立群副主委我們的發言人 填的是國民黨籍 那其他的六位都填的是五黨籍 那我想了解 曾經有國民黨黨籍或其他黨籍的 但是現在已經是五黨籍的 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OK好謝謝 好就是有四位曾經是有黨籍啦 但現在已經就是沒有在辦登記 或者是在入黨 好 那 我們孫 副主委 也非常 就是 負責任的 把你的這個政治屬性寫上去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民主化過程很自然的啦 好 隨著這個 其實這個角色要怎麼扮演好 就是公平會 至少本身要很獨立自主 要讓社會感覺到 是相當公平的 可是我仔細去看過 你們的這些提名的這個背景 我也發現 基本上這個公平會是 可能會運作上 未來可能會有一些被質疑的地方 首先我要 點出來的就是 這是一個小圈圈的公平會 如果根據 我去稍微整理一下 你們七個人之間的關係 很多是師生 同學 同事 或者是啊 長官跟部署的關係 當然這背後 直接或間接啊 都跟馬總統 有關係 以及跟馬總統的友人 像是蘇永青 像是這個 吳秀光 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所以如果這個樣子 我們會質疑說 未來你們每一個委員 在行使獨立職權啊 會不會受到這個 縱向橫向關係啊 的影響 而且呢 如果說今天這麼多的關係 是過去都有共識 甚至是合作的關係 那這七個人啊 我們希望是常常有不一樣意見 因為這樣才會形成一個公平會 更多元 更多的這個 這一個 我們講說 審議啦 deliberation 那我現在秀這個圖 我呈現給大家看 為什麼我認為這是小圈圈 而且這裡面 背後有一些政治上的關係喔 是會有馬總統的手 升進到公平會 那為什麼 我會問這個問題 假設今天 我們未來的主委 我們也是現任的我們的 吳秀明主委 如果學的政黨輪替啊 就像湯金泉一樣 那跟金管會或其他很多部位 雖然他也是獨立行使職權的機關 可是事實上 有一些是因為政治任命 去當主委 他自己也選擇啊 隨著政黨輪替 他可能 法律上沒有明白要求 但是他基於政治上的一種倫理責任 其實關中院長啊 也曾經辭掉 那個 就是他的職位 所以我們我們必須用你的角色的關係來看的話 這個好像顯現不出來 我先問就是說 那個 我們吳秀明先生跟謝 這個念 紀生嘛 你們兩位都是蘇永青的指導學生吧 先後啦 先後 那你們什麼時候認識的 我們在大學也就認識 大學就認識了 好 那我們就先從 吳主委開始 那麼 這個 你跟謝紀生還有 吳成悟 也有同事的關係嗎 呃 是 吳 你是主委 然後 這個 吳成悟先生是主秘嘛 擔任過 我先擔任過主秘 謝紀生是擔任過 參事嘛 沒有 科長 科長啦齁 我擔任科長的時候 吳主委還沒有就任 那 你在這個職位 你現在在被提名之前 他是 真理大學的院長 財經學院院長 你曾經當過誰的 這個 秘書啊 呃 蘇永謙書副主委 他當時是第二任的公平會副主委 我擔任他的秘書 好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裡面 你們三個之間又有一個 齁 就是 通知性很高啦 這樣講 齁 所以 都有公平會工作的經驗啦 所以我們也會有 有一點擔憂 就是說 你去想想看 一個在公平會 擔任 擔任過不管主秘啦齁 或科長 或其他的職位 你在做公務員的時候 你如果有 有就想說 有一天我也可能會當委員 甚至主委 你的行為模式啊 齁 就有可能 會不太一樣 在面對到齁 這個長官或者是說 齁 這個政治上的這個 可能的未來的一個發展 好 那我們再來問齁 這個 蔡惠安 被提名人齁 您曾經幫馬英九的智庫 國民黨來炒你 有關於科技經濟方面的 一些政策嗎 你是擔任過哪一個職位 我沒有擔任過任何職位 其實為國家做事 我沒有藍綠的觀念 你如果您注意到 我也曾經擔任過高雄市的 經濟發展委員會的委員 好 我是說國家跟政黨還是不一樣 畢竟國民黨的智庫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雖然有國家兩個字 但是他是政黨 他是用黨產 齁 去發放啊很多退休的 包括政黨輪替之後的政務官 齁一個一個安安排的位置 我沒有拿過他的研究計畫 我知道 你也是科技 經濟組方面的顧問 那你現在以五黨級人士來提名 當然齁 我們也尊重齁 好 他也是文人 擔任國防部長 那就是說 你跟蘇永青啊 是 是什麼樣的 有什麼樣的一個交往 報告委員 如果一定要跟蘇老師扯上關係 就是蘇老師在NCC的時候 我接過一個NCC的計畫 做這個普及服務的 這是唯一一個算是比較有關係的地方 那平常的時候呢 因為我也沒有上過蘇老師的課 但是是一個敬重的長輩 所以我見面我會稱蘇老師 或者是蘇副院長 好的 那 我是希望說 公平會未來在處理有關於電信 或者是所有傳播方面是很公正齁 是 呃 我就 不細談啦齁 就是說我想你會忠於你的角色齁 不管是你的親戚 是 或任何的關係齁 是 這一點尤其有些時候啊 即使齁 沒有直接關係也回避啊 那會是更好的一個情況 所以請大家看這個圖啊齁 我說這個是小圈圈 而且這個核心的焦點 是馬英九所屬的 他的齁 過去的 現在的好朋友 尤其是蘇永清 那麼包括 其他的一些在國民黨裡面啊 他同輩啊 也許在學術上 也許在工作上發生了關係 這樣的一個委員會 说实在的同质性太高 而且会有一些 在运作上 我认为这个提名 不是非常的妥当 也许每一个人都很优秀 但组合在一起就不一定 是最好的一个组合 所以我希望说这一点 我们在审查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重视 这个问题我简单再讲 就是说其实 公平会我们也期待过 但是也蛮失望 因为感觉公平都太过被动消极 或比较反应慢 比较无感 那如果看这些过去 我们很关心的油店 包括天然气 包括像这一些 所谓国营事业是很奇怪的 因为他们事实上 你说中油他也面对台数 他可以说都可以进口 事实上当然是实质垄断 因为所有进口的除油槽 输送管线都是中油控制 台电他也说他 一下国营事业一下又说 这个我可以跟民营 购电 因为呢 民间也可以发电 所以在公营跟民营之间 事实上造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 我认为是一个 刻意被设计的 一种利益掏空 跟一种共生的结构 台电的这个转投资民营电厂 是精心设计的 我们的这个中油 然后经过退辅会啊 去卖这一个 所谓 液化瓦斯或天然气啊 产生了退辅会 新 新新的那个向荣的新 一大堆 然后他们的获利都明显高于其他的 比如阳明山啊 或大台北的瓦斯啊 都高达两倍以上的利润啊 这个绝对不是他们比较经营有效率 所以我说我们从结果来看 很明显的 这个有一些实质的寡占 甚至垄断的情况 可是中油 台电或者是说天然气瓦斯公司等等 你们都调查 也说实在啊 有一点心理如意 所以我是期待说啊 不管最后的审查结果怎么样 对于这件事情 或者说大家所关切的这些反媒体垄断 你们能够积极主动啊 能够让社会感觉到 有一两个案子 事实上现在连监察院都硬起来啊 对于经济部台电对不对 那个亏损领大量的这个年终奖金 我们通过了一大堆决议都不自行 所以我也希望七位委员 你们回去之后好好看一下 立法院曾经通过的决议 这些决议包括其中我简单讲一点 有没有办法在一月之前 公平交易委员应该于2013年一月之前完全调查 就是针对民营电厂IPP 有无违反公平交易法所定的联合行为 要在三个月内调查完成 这是10月18号通过 也就是1月18号 我请你们啦 如期的根据立法院这个决议 来送出这个调查报告 有没有问题 吴主委有没有问题 这个决议有没有效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努力当中 我们一直在朝着遵守这个 就是要从三个月啦 有困难要提早让立法院来知道 一定会提个报告 以上我的这个询问就到这里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 谢谢林委员